便携式的PC游戏设备现如今已经不再稀奇了 但Ian Neo Next Advance是其中非常亮眼的一款 它才推出不久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代Ian Neo掌机于2020年推出 而新版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大升级和小幅改版 过去的两周里我们一直在试玩这台类似于Switch的PC游戏掌机 接下来就让我们告诉大家它到底值不值得买吧 Ian Neo Next就像是一台特大号的任天堂Switch游戏机 从按键与摇杆的位置到耳机插孔和底部的USB Type-C接口都如出一辙 我们能明显看出Ian Neo公司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何处 这款掌机绝不是一台迷你电脑 可它的便携性很不错 放进包里你一整天都能把它轻松带在身边 Ian Neo Next的整体布局让人倍感亲切 尺寸也偏大 虽然未必是最好的 但这样的设计的确增强了掌机的可玩性 相较于掌机模式下的Switch Next做起来更像是一款真正的游戏手柄 后者增加了摇杆的厚度 并且在正面布局中留下了额外的空间 即使我们连续游玩好几小时 双手也不容易发酸抽筋 Next的摇杆 肩键 扳机键和十字键的高度与大小和普通游戏手柄大致相同 一上手就能立刻适应 不过呢 如果要用摇杆来玩第一人称设计游戏的话 那还是有一定学习曲线的 我们此次测试的是Ianio Next的升级版 各位可以从Ianio公司的官方渠道直接购买 标准版的配置与升级版相同 Ianio未来还将提供Pro版的Next掌机 对硬件进行更多升级 考虑到其硬件 我们很快就会想到要拿它来和Steam Deck做对比 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 Ianio Next是一台Windows掌机 而Valve推出的设备则使用了Linux系统 这样的区别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能在Ianio Next上运行任何兼容Windows系统的游戏 而不会受限于那些仅支持Valve的SteamOS的游戏 除此之外 我们在Next上多花的资金能够换来速度更快 核数更多的CPU 不过Valve的掌机内存要更好些 相较于上一个版本的Next掌机 新版最大且最显著的改进 体现在了摇杆和扳机键上 Next摇杆输入并未使用传统的机械组件 而是改由电磁传感器驱动 十字键和ABXY键都在按键表面下 使用了标准橡胶软电 它们的表现很出色 触感都很棒 初代Ianio掌机在手柄两边各设计了四个偶外按键 用于导航并操作Windows系统 而Next将这些按键砍到了一半的数量 操作系统现在靠的是Eyespace软件 以及快速访问指令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按键变少是件坏事 但实际影响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 Eyespace的快速菜单里能容纳下三个快捷指令 点击即可使用 点击并展开迷你菜单后 还有六个快捷指令可用 其中包括显示鼠标指针 Escape退出键 截屏等常用功能 不过呢即使有这些快捷指令存在 在没有键鼠的情况下 操作Ionio的Windows系统还是很麻烦的 如果你打算把Next掌机 当做普通的个人电脑来使用 那最好还是考虑一下 购买额外的Superpower扩展屋 或者好用的蓝牙鼠标键盘吧 Ionio Next的评显效果相当不错 它的分辨率为800P 即1280x800像素 虽然听上去挺低的 但在一块7寸大小的显示屏上 看起来非常清晰 掌机的触摸板反馈很灵敏 用手指在内置键盘上打字 都没那么折磨人了 扬声器同样出乎意料的好 随着掌机的厚度增加 Ionio使用的扬声器也更强大了 至少对于一台手持设备而言 其音质非常宏量饱满 当然了 这些扬声器肯定还是比不过 市面上那些优质的游戏耳机 但它们已经够用了 不仅能满足玩家在掌机上的游戏需求 甚至能拿来在Netflix包剧看电影 另一方面 它们能这么想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些扬声器毕竟要和负责冷却系统 APU的散热风扇竞争 就是整体音量而言 Ionio Next要想 肯定想不过游戏笔记本 但要安静的话 它也绝对安静不下来 当整台掌机全速运行时 或许你也会和我们一样 想伸手去拿耳塞吧 电池寿命问题还要更复杂一些 它是由玩家实际使用设备的方式 所决定的 Ionio公司表示 电池能够提供2-6小时的游戏时间 实际上则要取决于我们玩的游戏需要多高的配置 我们选择的热功耗 也就是我们允许CPU消耗功率的多少 屏幕亮度等等 在平衡功耗设置下 我们能玩2-3小时极限竞速地平线5 对如此规格的一台掌机而言 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在降低一点屏幕亮度之后 那些不那么吃配置的独立游戏 则可以连续玩上5个小时 不过当然了 这一结果会根据游戏不同而产生变化 与IRNEO掌机相辅相成的 则是配套的IRSPACE软件 这款工具能让玩家自定义设备的多项属性 帮助我们启动游戏 还能直接控制影响性能表现的关键参数 包括CPU的功耗设置 以及风扇的散热速度 该软件仍在积极地持续开发中 且已颇具成效了 它为玩家提供着最重要的功能 像是自定义按键布局 更改关键设置等等 但它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 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发挥出全部的潜力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聊聊最关键的事吧 它的运行效果究竟如何 IRNEO NEXT看起来太像游戏掌机了 有时我们甚至会忘记 它本身就是一台合格的计算机 而且功能还很强大 它搭载着锐龙75800U处理器 拥有16GB的内存和一块NVMe固态硬盘 其配置如此强劲 加上扩展屋就能当作个人电脑来使用 以掌机的尺寸而言 出色二字已经不足以形容它的性能了 在此次评测中 我们在IRNEO NEXT上运行了专用的性能检测软件 我们在MSI Afterburner和NVIDIA FrameView之间切换 以此进行实时监控 在Netflix和YouTube上看了视频 用蓝牙键发送了电子邮件 甚至还试着在浏览商店玩游戏时 同时与Discord上的朋友聊天 我们用的是普通模式下的Steam 而非大屏幕模式 并且享受着只有高速硬件和响应式触摸屏 才能提供的快速性能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台长得像Switch的设备上 简而言之 PC游戏就是这台设备的闪光点所在 多亏了1280x800的分辨率和强大的APU IRNEO NEXT能提供稳定的帧率 哪怕在那些需要高配的本世代大作里也是如此 荒野大标课2 极限竞速 地平线5 杀手3 无主之第三 NEXT掌机带得动以上每一款游戏 在低性能设置的7寸显示屏上 游戏画面依旧惊艳 更出人意料的是 只要你不介意游戏帧率调到60fps以下 其中部分游戏甚至还有提升图形质量的空间 举例来说 极限竞速地平线5 在低性能设置下 帧率能达到56fps 把设置调至中等性能后 其帧率仍然能够达到平均每秒43帧的水准 要是遇上那些性能吃紧的游戏 就轮到AMD的FidelityFX Super Resolution技术来救场了 就算开发者没有为游戏进行FSR优化也没有关系 该技术拥有一个基于驱动程序的版本 从理论上来讲 它适用于能在Ianio Space中启动的任何游戏 我说的是理论上 这是因为我们的确遇到了一些随机状况 例如在运行毁灭战士永恒 以及德军总部新血脉的时候 这项技术突然就失效了 长极端的FSR效果不如电脑上那么清晰 我们也注意到背景物品的闪烁问题更加频繁 但它终究起到了卓越的效果 哪怕是那些平时无法在掌机上运行的游戏 如今我们也能随心唱完 我们的体验也凸显了Valve的Deck Verified验证系统 对用户体验的重要性 尽管Ianio Nex Advanced还存在以上种种问题 我们仍然爱上了它 能在掌机设备上获得完整的PC游戏体验 是一件令人最新的美式 我们收到的掌机版本还是早期型号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继续不断改进 即便并非如此 我们短时间也并不打算把Ianio Nex放在一旁吃灰 这台设备的性能与功能形成了完美的平衡 它极其使用且充满乐趣 不过呢 有一件事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那就是它的定价 这台设备实在是太贵了 这是绕不开的问题 Steam Deck的起步售价是399美元 而哪怕是入门级别的低配Ianio Nex 售价也是它的三倍 如果屏幕前的你只关心游戏性能的话 Ianio Nex的性价比恐怕不会让你满意 相反 选择购买Nex掌机的真正原因 恰恰是因为它是有别于Steam Deck的Windows掌机 Steam Deck自有其魅力所在 Steam Deck的SteamOS系统能玩到的游戏虽然相对有限 但正在稳定增加 不过Windows系统还是需要在SteamOS之外自行安装的 其使用体验也有待加强 Ianio Nex就没有任何限制了 只要能在PC上运行的游戏 就一定可以在Nex掌机上运行 Ianio Nex Advance面临着许多挑战 但整体的使用体验无可挑剔 这是一款优秀的掌机设备 至于它是否值得我们花高价去购买 就要取决于每个人对Windows掌机的重视程度了 如果你确实需要一台PC掌机 那么Ianio Nex必然是你的不二之选 Ianio Nex